男儿 男儿当如山 女儿当如水 这世上却有这样一种男子 他们是水做的骨肉 又兼具山的熏怀 舞台上 他们以似水柔情 打造了地老天荒的爱情传奇 舞台下 他们以如山风谷 互谓起现实辉煌里的艺术幻境 他们是爱情梦想不死的天真少年 他们是编织舞台梦幻的水样女子 乐女争锋比赛一夜之间 让戏迷知道了绍兴小百花乐剧团 有个泛派小生张青青 她还很青涩 却很显眼 一路杀到总决赛 很多人记住了这个浓眉鹦鹉的美少年 人们对她留下的最深印象 大概就是帅 扮相好 对一个乐剧女小生来说 非常重要 洒脱的张青青青身上 有着一种阳光般灿烂洒爽的帅气 观众和专家都称她是 难得一见的偶像小生 KK群上面比如说聊天 我一出现 帅哥来了帅哥来了 从来没有人说 好像清清美女来了 这样子很少 其实她舞台上真的挺男生的 大家都看到挺帅气的 感觉像演起来蛮有霸气的那种人 可以说是 你她这个人吧 舞台上的魅力很帅气 青青在生活中应该还是蛮时尚的 应该说在生活中还是有那么一点帅气 在舞台上能给很多观众能保眼福 能够是光鲜亮丽充满那个舞台阳光气质的小生 能够是光丽充满的一种 每天从小生发出 感觉像是光丽充满的一种 麵丽充满的一样听到 阿朗到我的皆有一次 小生发出 数字充满的一样 通字充满的一样 参伡的一样 天堂边不遥省 去谱无奈情 向那山 静芒高足 閒死 貪心恩子 閒死 如煙桃 高官兒落 彼宿若 此在最後 正你一命 恩師 疼憲 生在序 太愛我 永世 慈慈 徒情 天 雲 雲 平年 濤 司徒 自殺 多無心 天 漢絲 藏絮 隨死云 此言 生生平 非 負 阿 此言 生生平 非 負 阿 此言 生生平 非 負 阿 此言 何其 老本 此君 沉一點 空 雨 上 那年车 至今长的长发明 躺着四岸正与处 我正能提 别说苏皮与战亭 我傻是黑漫人坏与重生来 平时长下生 听不疲惫的恨戏 才反而恢复生命 这比起 我傻是你的比起 天盘生 爬痴爬痴爬痴的落地 自然是从不至少 他那是公正的名秦施家 那生死死不知 四片彩 那 平生长子曾寻 我与那张红成流同回生 从来 谁ほんと抜 哪 那 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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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沫 啊 人们常常会好奇 是怎样的人塑造了这帅气飞扬的舞台形象 他下了台会是什么样的呢 他平时吧有一段时间感觉他还是挺男的 他会平时叫我们他有挺多老婆了 叫我们老婆老婆的 但他有时候吧让人他受不了 就他特别比女人还女人 就我们绍心话讲特别亲 其实我的个性嘛 台上看起来好像挺男人的 人家都叫我帅哥什么 其实我台地下还是挺亲的 和女人的 我现在被号称为绍心小百花第一天 能穿着裙子的时光并不多 很爱穿裙子的张青青 在生活中的大部分时候都要穿裤子 不知道这算不算是一个女小生演员 为职业所付出的代价呢 那平时呢就是上班或者怎么样的要排练 这样子呢可能是穿的休闲一点比较方便 上班时间穿个裙子这样很怪的去排练 像我们现在都规定舞台上面一律都要穿练功服练功鞋 都不能穿高跟鞋啊裙子之类的东西 小的时候学习的时候老师是要求我们剪短发 要求我们不能穿裙子不能穿高跟鞋 就是任何方面都要像个男孩子 如果写一本关于乐剧女小生的培训手册 那么要求她们在生活中也像个男孩 大概算得上是培训程序里的其中一课 而这培训的效果究竟如何呢 福建方华乐剧团的引派小生陈丽宇 如今在生活中是个娇小女孩 谁也想象不到她当年可是个十足的假小子 我记得就是当时我们去食堂买菜的时候 我的另外一个同事她也是唱小声的 我跟她两人一块去的 然后那食堂的阿姨看到我前面的那个同学就想 耶 你这个女孩子长得真像男孩子 然后那个那个我那同事还挺不高兴 嘴边一撅 然后接着轮到我买了 然后那个阿姨看了我一眼以后 哎哟 你这个男孩子长得像个女孩子 那个我的一些戏迷妈 她因为总觉得我台上是男人 所以也把我想象成舞台下面也是男人 所以跟他们一起去聚会的时候 总是穿个裙子给他们看 他们会觉得很怪 96年毕业我们会团以后 我们唱男生的 就是说不约儿童的 集体性的 留长发 抱不心的那种 然后穿着裙子 穿着高跟鞋 啊 臭美了 是不是要当一个好的女小生 就一定要跟自己的女人天性做斗争 电影《霸王别姬》里 以男言女的京剧名林 陈迪一说 我本是男儿郎 又不是女娇娥 那么乐剧里的女娇娥 又是以一种怎样的心情 通过舞台的光合作用 化成了台上的男儿郎呢 在舞台上面抱着一个花弹 一开始的时候说实在真的很怪 同性的 但现在我抱多了习惯了 真是习惯了 因为小生花弹要抱得太多了 我记得在运针锋的时候 吕布那个戏里面最后一个 从后面去抱吊蚕 其实这个动作 在现代生活当中是 很挑逗的一个动作 然后当时的观众的反应 很出乎一流 他说哇的一下 然后之然还有尖叫 很出乎意料 我觉得那种抱 我从来没有这样抱过 我从后面抱过去的时候 我真的觉得 我是以一个男人 去抱一个我喜欢的女人 跟平时那种爱小生花 但弹琴说爱的那种抱不一样 曾风雨步 马宗侧土皆曾天 和平时那种抱不一样 与我们去他托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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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托 啊 阿儿啊快去问阿进酒 阿温侯朝中茶准钱的女士老秀去去酒了 去的好去的好 师徒他是欺骗 阿温侯小女子进温了 在称之中便い 真无法导致 阿温侯小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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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变 小女子被敬望了 也被 这还被敬望了 敬望了武道馆应用起座 这武道馆 敬望 提起来 金箍天 武道馆应用起座 把离 爱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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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当天 呼到关心 与强天 几凤 music 减几分地 地区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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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圈 我喊三一 我未付款朋友 第一次贴 小女子最近我和夜变 自听三变 小女子动和将 小女子动和将 情增一切难割伤 八六年出生的张青青 在舞台上更像一个虎虎少年 凭着生命体验激情演出 而除了这灵光乍现的激情迸发 在女小生们常年的舞台演出中 又是什么引领着她们 从容完成了 仪女演男的转换过程呢 台上演男人 我觉得因为我们有从小就学戏啊 我们从小学戏的时候 我们有很城市化的动作啊 我属于还是比较属于那种 还是有一点女性味道的那种人吧 然后我觉得到了舞台上 因为我们毕竟从小这样训练 从十四岁就开始训练了 我一直就是演小生了 这个就是说 基本功已经打扎实了 然后呢就是说 你舞台上去塑造人物的话 因为你一入戏了 我就感觉我是一个男的 因为我是在塑造人物 所以应该是我觉得不矛盾的 并不是说好像你自己下 一定要像个男孩子 你舞台上面才会演好男孩子 我是这样认为的 演出啊或者排练的时候 是一种习惯性的 就是自己会进入角色 就脑子里面就会想自己是个男人 然后看着花旦 有时候觉得 自己真的是个男人 尤其是跟花旦 真的在舞台上面对戏 或者感情进去的时候 觉得自己真的是个男人 然后我这个男人 就是要去保护这个女人的 有这种感觉 在台上演绎男性的时候 所以我是在生活中捕捉 一些不同男性的一些神态 包括看电视也好 包括平时生活中 或者我爸爸 他对于这件事情 是什么的一种状态 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方法吧 乐剧里的男人 通常都在恋爱中 《送花楼会》就是张宇峰 最常唱的爱情唱段 听匆聆商 心聪聪梦连宝花哭 心聪聪梦连宝花哭 那不得 口死也年落得当中 一鼓了满满外谁流声 丁枕地落如重啊 小姐呀 能喜欢从此不见面 曾望你独行一流 曾志鹏 从此时千十百六将生起 我们是很难相拥 此情一片难世之 马上都靠近父中 我为你的儿哭了多多少 我为你少少下也 祖师同老母愿谈而不归 童儿迷子复印重 处月光阴飞涌亿 谢谢今朝换他父中选风 和家父父悲催 不中逃 我为你肯定能见面交用 我为你生命之 有没有 我为你生命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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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千歲就已無路 攝香道 換他復生 你無法 別化衝 情歌無邀請出 通常表情 願笑致連世世一將無憂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为了一见钟情的义中人放弃功名 卖身为奴 这送花楼会里的爱情追求方式 是大多数乐剧里少年公子都会干的傻事 乐剧女小生们在舞台上为人们支起一个个爱情美梦 梦里的少年深情专注 久死无愧 还有一条就是一定要帅 要狠狠地帅 十年下来嘛 因为我觉得风风这个小生啊 在台上是比较亮丽的 首先从那个形象上说 我觉得它很亮丽 我觉得我有这样的老公 我觉得我也很幸福的啊 因为在跟他台上搭档的时候 觉得是一种享受 首先从视觉上 我觉得是一个享受 因为有很多女小生啊 很容易乐剧的女小生 很容易有支粉器 我觉得她没有 她给我的感觉就是一个很英俊潇洒的帅哥 用现在的话就是帅哥 为台上的相公而骄傲的花蛋 可不只是樊婷婷一个 盛州乐剧团的女派花蛋倪锦锦 一校毕业后的第一个新编大戏 就遇上了徐派小生刘志霞 一个清纯甜美 一个风流俊逸 金凤玉露一相逢 便成就了一双舞台上的金童玉女 在泥津津的眼里 刘志霞的好 夸也夸不完 在台上塑造的形象 我觉得都是非常大气洒脱 比较潇洒的那种类型 风流倜傥型的 在海上塑造的相同 夸也在鲜河 在千古里 从此前 都给你这框子 地底底底底底底 尽得 天堂在等星光飞 笑我满外天地光 我无忌碧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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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的吉田 人情亡 不云无三分寸 三分寸 相当初席 别不太白 出香味 無語湯 這由沙蕩如青銀藏 援笑這幾觀花帝 赌气酸酸多荒唐 那今后又将我们追回风 在小路中有两股梅蛋毛装装 像我王爷呀 一股生死模样 不愿意 好为我华心生心 把你赌 独贪两次有情 不藏在光景才冰藏 生日大亿自不悔 大千亿养自奔 生日难以 祈福祈 你 你求自你与今 怎么样 第五方方 山江的海鲜秋冠河 不在苏山堂 天鹿的欢喜了一万 乐剧是一个才子佳人的剧种 一对好的金童玉女搭档 其重要性相当于舞台幻境的开端 很少有一种艺术样式像乐剧一样 如此执着于把爱情童话里浪漫唯美放大到极致 女小声是乐剧舞台爱情幻境里最梦幻的存在 一音一唱间是人世间女子对爱情的永恒想象 就像每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 都有一个支持她的女人 一个女小声光鲜舞台的背后 会有无数愤意支持她的粉丝 通往舞台的艺术之道路长且足 有粉丝们的知情一路相随 前行路上才不觉孤单 还有一些戏民他喜欢我 但是他不会说 青青啊我怎么喜欢你台上实在太帅了 他就用行动表示 我那天很意外地收到一份礼物 就是我外面演出回 他说青青你去门外看一下 我寄了一样东西给你 然后我去看好大一幅十字绣 他花了整整三个月的时间 当时拿到锁我真的很感动 这就是我的小房间 房间小了一点有点乱 我有床上有很多娃娃 这些都是人家送给我的 那些都是 这个 我拖鞋 是我昨天刚刚收到的一份礼物 他说天气冷了 让我的脚差得暖和一点 在房间里 这是他自己勾的 其实我真的很感谢我的那些戏民 满屋子都是他们送给我的礼物 所以我在这里感谢你们 谢谢 盛情 往往成为激励人 从小演员开始往前行进的动力 大概每隔一段时间 张雨峰都会和他的戏迷聚会一次 这次选择的地方是崇明岛 一般我们会有一个 就是我有一个论坛 然后还有坑坑群 然后有一个小群 就是小范围的 我们会有一些野营啊 然后有时候大家一会儿一起吃火锅啊 吃螃蟹啊 就是这些 然后大家在一块儿呢 就是大多数他们都是一些艺术方面的事情 然后他们有时候会自娱自得会唱啊什么的 这个团体 这个方面反差比较大 外形条件好 他而且呢就是财女 特别大 大财健辈 他生活中像林家的小妹妹一样的 但在舞台上非常大气 很压得住台 应该说他在舞台上塑造了一个完美的男人的形象 然后在舞台下是完美的女人的形象 所以我们喜欢他 我喜欢张宇峰 是因为我喜欢 首先我喜欢路牌 然后我觉得在张宇峰的身上能够看到 包括他的为人 包括他的台风 都有一些陆景华老师的影子 他在台下完全就是一个漂亮的上海姑娘 给我的印象 就是这样的 又时髦又漂亮 然后很随和的一个人 和大家一起唱唱乐剧 也许是这个小团体最亲切的一种交流方式 感受着戏迷们的厚爱 张宇峰将用怎样的方式来回报这款款深情呢 除了感激感谢 我觉得以后我就是要拿 要让自己舞台上的记忆不断的进步 我想大家应该更希望看到的是 我能出一些新的好戏 新戏 我想我以后只能做这方面的努力 来表达自己对他们的这份感情 妹妹 妹妹瞒着 我知道 你不理我 困境无受避开 今天 我只要向你赏一句我 从今一会 受了开 是吧 是吧 是两句你听不听 哎 既有镜子 何必当初 当初这么一样 镜子又这么一样 哎 啊 哎 我说 说 哎 我从偶尔不尝尝 有把那心脏的花儿 被你讲 生爱的东西 拼你一条 我怕那丫鬟无事 不知道无情是 长长浅浅来照料 你啥烦恼无待遇 你啥开眼无闲笑 有你奉祖七万 奉三世兴 一目殊胜 青铜鸵 青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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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绿梁 丝宝 纸宝尼尔斯 问我怕 答案 策案啊 我语初ック兮丹业词 丹业词那也好 为 Starbucks永远比息湖无草 你语 诗书语 诗诚也好 为什么 这人都是你三个号 你叫我 不明明说吧 不理你啊 我就是為你飼料 月子孤悟 秋孫的回溫若難啊 啊 這是張宇峰 奉獻給戲迷的陸派寶玉 她所在的鸿螂樂器團 一直以徐派寶玉文名 而传人较少的陆派在此之前 从来没有塑造过贾宝玉的形象 张宇峰总是这样 于无声中让人惊喜 也许这正是她的性格所致 松峰给我感觉一开始吧 我觉得她不是一个特别外向的女孩子 她的内心世界很丰富 她不是特别外向的 她是非常有思想的人 她平时我知道 她的爱好是逛逛书店 然后一个人拿本书 坐在咖啡馆那边看看 她没有都市人的那种 那种时尚啊 前纬啊 没有 她很安静 她的生活看上去就是很安静 很安逸 张宇峰的话 我感觉她平时的话 不会有太多的语言跟你来说 但我感觉她是一个蛮安静 蛮有才气的这么一个人 我现在学习的这个流派 跟我的性格很吻合 之所以吻合 所以当初戏校的老师 就建议我去学习这个流派 因为这个流派的演艺的角色 包括我的太老师陆景花老师 她的本人也是 她比较内敛 然后包括她的艺术 都是比较简练 比较古朴 所以我觉得 有利的地方就是这个 本身的性格跟这个流派 就比较靠近 所以学习的话 我能懂得她这个流派里面的风骨 老师的这种要表达的东西 生性淡然的张宇峰 有时候会觉得自己并不太适合当演员 她更像陆派里那些雾界的书生 流派宗师陆景花 早早远渡重阳 演出机会并不太多的陆派 是个有点冷门的流派 作为陆派的一根独苗 能在这个时代坚持下来 只因为骨子里的那份 绝傲与钟情